大家好,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6月24日星期四的下午时间 今次有我许乐山,中央我们的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金 郭文汪也好 刘西兰,波罗仔,聊聊天,易得台仰 大家好 小白红社长,刘西兰,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大家好 好了,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刘客然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编辑浪漫器》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次回到来想说一些和《苹果日报》有关的涟漪效应 好吗? 很多黄友,甚至乎政棍也好,政治人也好,什么都好 每个都表达对于《苹果日报》的哀伤,哀悼的同时 也都会说一些,什么对将来啊,对香港前途啊,这样那样的等等的东西呢 说很多很多 很多呢,都是一个说字的,没什么实际行动的哦 例如那些什么,小炳权啊,柳俊刚 柳俊刚不说的,这个新闻工作者 还有其他不同的人都会在那里说三说四了 真是有实际行动呢,终于让我见到一个了,就是被香港称之为政治学者的蔡子强 这些人呢,其实都混了很多年了哦,他在政坛这些,以一个政治学者的身份 他经常在那里指点江山,算不算是第一代的KOL呢? 他绝对是,什么东西都问他的哦,那些记者很有趣的哦 除了政治外的东西都问他的哦 是吗?是呀,不过就好像没有问他,混不了张宝华,为什么混不了他呢?那些 又踢爆了人呢? 李文王真是一个混蛋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看一下你们自己的,好呀 尊容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继继继续说 他挺英俊啊 是啊,只不过 张宝华不识货是吧?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在我们的封面那幅图就见到蔡子强 点他的样子了 没错,人家很有内涵呢 那我们讲一下内涵是什么 我拍了一些网友不认他 他其实就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高级讲师 嗯 所以呢,他在2006年开始 每个星期都有在这个日月晨报里面 呢,就赞写一些有关于政治的评论的专栏啊 不过呢,写了这么多年了 终于呢,都有一个了断了哦 他在今个月的23号呢 就在日月晨报跟大家讲了 告别的年代啊,每一个道别都感恩 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就宣布自己呢,要收笔了 今天终于收笔了哦 那当然了,他也有个原因会讲一下自己 为什么不再写了 那核心呢,就是说 他自己觉得呢 今时今日,自己再写这些政治评论呢 已经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些什么了 现在我们都讲了,这个叫意见领袖 KOL嘛,是吧 你都不能够带起到 这种意见方面 有一种领导 有一种指标性的东西 我可能觉得,为什么没有人听我讲呢 就是,当我蔡子强呢 是臭三加一的 我已经成为了这方面的老油条 其实,蔡子强阿哥,你真是一个老油条 时代已经变了,已经进入了 你有没有闻一下这一股味是什么呢 闻一下,很稠 一个新时代 KOL,已经是 你闻到都知道自己结了 这一股,是吧 又不懂打冰冰球 又不懂新潮 没错了 只是在个橡牙塔里面 只是在那里写看这些 引述一些 是呀 是呀 其他不同外国的学者的政治 那些什么看法 还有啊 那个练月增又是呀 是 还说什么 给绿统冷水 他们 在淋你自己是真 哎呀 你们没有读什么流氓学啊 流氓学要读书啊 都要读过才行啊 现在不流氓的了 流氓学 学习橡皮艇啊 练月增 去看指南针啊 不要倒转啊 是呀 iPhone那个 是呀 iPhone要带尿袋啊 不是带本流氓学啊 哎呀 咦 我们五个 五个 五个 坐着船的时候 你看什么 咬着电筒 半夜去看流氓学啊 哎 哎呀 我听铃sir说的嘛 你瘋了 这个不流氓的啦 哈哈 蔡子强这些 又是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 就是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什么 改变不了啦 真的太天真了 他说就觉得自己就很累啦 还有有一种无力感呢 很重啊 是不是很充满矛盾啊 又觉得自己呢 没有力 但是又觉得很重 他希望可以休息一下 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了 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了 要去大宝剑 要去大宝剑 YES 耶 哈哈哈哈 我已经充满力量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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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贵妃说的啦 哈哈哈 贵妃 不是张宝华啦 不过 坐下都傻啊 张宝华 哎呀 什么事啊 你 我一次见过张宝华 没什么点化妆的样子呢 咦 原来这个就是张宝华吗 哈哈哈哈 又爆别人的东西 我们这次节目肯定很多腐皮 是 不要紧要啦 有时候你是见到真人 你会认不到的 是 我还很记得呢 我很多年出席过一个 类似品牌的 发布会还是什么的 但是那次我纯粹是去的而已 没有说特别 有些什么做的 但是我朋友告诉我 那时候呢 我很喜欢关心燕的嘛 我还很记得出了一本写真集的 我还特意呢 顺便带他去找关心燕 签名的 那我怎么知道 我去到的时候 咦 我跟我朋友说 喂 你看那边 那边那边那么像关心燕的 那边就是关心燕的 那边就是关心燕的 原来是真人不同 平时在报纸看到他那个样子 都差很远 那样 不过有化妆才来的 那可能因为有时 拍照的时候 我镜头就过 是会不同一点的 那这些搞笑的事 暂时讲到这里先啦 嗯 不过有些呢 就不会说叫他差很远 那关心燕的 就是关家姐 是不是 她的花名叫做 哪个是 那继续讲回去啦 有一种 学者的风范呢 又国又民 她说希望自己呢 沉淀 一段又一段的时间啦 她继续再讲啦 她说自己呢 已经无力正乾坤了 所以就说啦 你又不懂得看 看照看照看风水 所以梁正英都说啦 做特首呢 要懂得去 鼻胸 是 她说啦 写下历史和人民风景 可能令到自己更加开心啊 哇 好像有一种屠于名的感觉 张宝华 看到她现在这样呢 会不会去找她呢 不会啊 应该不会啊 会啊 WhatsApp也有过吧 呃 可能她不认识她的 这样 blog了她可能 是啊 是啊 还有 还有 蔡志强的 哎呀我经常讲她的名字 差点讲了另一个姓 我差点讲了姓张 哎呀 嚇死 哈哈哈哈 那张志强威过她很多的 霸佩很多啊 霸佩很多 她再讲一句 她收笔之前呢 的专栏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写 完善选举制度 和呢 中共创党历史 就两个系列 一共呢 十三篇 她提到了自己 写选举的时候呢 觉得呢 好沮丧啊 沮丧是什么呢 明白现在呢 就算写什么呢 都改变不到 她选择写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 一尽自己的能力 作为一个研究 本港选举制度 二十几年的学者 有什么所言 有什么所要承责的东西 你是不是你承责 你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你都不用想到这么优国优民 那就死了 因为不流行的了 因为选举制度改了 哈哈哈哈 还要一个星期等你写一篇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一个星期一篇 就要写十三篇 你都瘋了 现在不流行的了 蔡子强一流行什么呢 就在节目里 开行火力 现在是流行狂X林郑 在节目里 是不是 没错 你还说什么 选举制度 慢慢怎么改 改不行了 这是出路铁来的 不打不行 不骂不行 是 骂骂骂骂 骂骂骂骂摹走哪些人 谅到哪些人 那是 像何志光所说的 这才是老しょう 即像什么些老ening 一脚身 陈兆齿 以后会去办法 不过她建议 把港台收拾了 然后将那一现场地 卖了出来 赚钱还好,这样还没做 做了,你不知道吗,做完了 你不知道而已,你不懂而已 在平衡宇宙已经做了,在奇啰啰的世界 已经做完了,政府的官员 一听到奇啰啰的建议就做完了 他说也希望透过中共创党历史的系列 说了给读者听,现在铺天盖地宣传下 官方不会告诉你听的真相 这些东西就很久了,芒果佬的时候就出了这些 历史几狼都有的那些 历史再哭,蔡子强 真是傻佬 你不用邮国邮民那么多了 现在不流行这些了,没人理你 这都很幸运,他在中秋节 不是中秋节,那个叫端午节的时候 没有做出傻事 我怕到时被人叫做蔡总强,那就不要了 他说过去呢,在他专栏里面 近一两年,他都有写的 香港人为了表达求变的决心 如果呢,你觉得呢 2019年6月打后的事呢 是香港人表达求变的决心 对不起哦,你有违学者 还要读政治哦 还要教政治哦 那你不要教了,你不如 是吧,喂,求变大哥,不是这样变是吧 欺商有多胆子,私了,你不下去 不会哦,真的哦 又不写文章,又赞一下他们就好 就这么说求变哦 神经的,求变的决心哦 那帮人被人弄点的,求变的决心 你都神经的 他只不过宣洩自己对生活的不满 就觉得,哎呀,不变呢 我们就,是这样的了 没得再变 就选择了不适呢 反正自己都拦命一条 当然了,也有一些最傻的那些呢 明明本身是一个不错的职业的 就误信了光时这八个大致 甚至乎唱了一首不知什么东西 袁荣归啦,这些歌啦 再者,选择移民离开什么崩坏伤心地呢 这些完全是那些黄友的思想的模式 那他们觉得崩壞,那你就走咯 每人有他们自己的选择 他们自己想做的事 好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宁愿放弃两夫妇加上超过十万 去十万的月薪啦 宁愿去英国 驾铲车搬货 搬的手比沙子更粗 他觉得身体很充实 是不是人都可以的 自由来的嘛,是不是? 这些就变成了合家铲 就是你两个人都去铲车车 还不是合家铲 合家铲车齐搬货 空气又自由 是不是? 宇家池塘在花园 是的 那他再继续说 也都因为过去这几个月 陆续有不少的朋友被捕 或者被他保释 甚至乎要进去坐牢 他现在就把握一些机会 跟这些等候判刑的朋友见面 本来有些都在约 约下约下都约不及了 例如李卓仁、何俊仁 真是猜不到 那用大赞哦 李卓仁和何俊仁是光明磊落的人 这人就不得淡笑了 这个人 那时代都不是你的了 现在不流行这些什么一枝剑筆 还是怎样的 不要怀面过去太多了 向前看会好一点点的 蔡子强希望你早日明白 过去2019年6月打后的时间 但是他们不是求变香港 去到一个他们所说的 什么慢劫不复 或者什么更恶劣的结果 是他们自己做成的 你一定明白的 你一看他们所做的事 警方的回应也好 行动上和报道上也好 怎样都好 已经说明了给你听 他们一定没有可能 他们所谓的叫做赢 政府也都不会有退 会退的 不会的 也都不会答应他们的事 就等于这样 立即相互选 我也说过很多次 不要立即相互选 就是要不要对外国的政客 有什么幻想或者期望 他们一般只是拿来抽水 没错 那借着香港的事件来 都是对中国方面 做出很多很无理的说法 是啊 不过蔡子强到了这个年纪 不明白 他都是选择继续不明白的了 那你继续慢慢沉淀一下吧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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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